這個網站 交通這個網站裡面 除了說它有那個像我們剛剛的高速公路的事故之外 其實裡面如果你要查 像我剛剛比較有興趣我看一下裡面好像 還有什麼出國人數 還有來臺人數等 還有那個去觀光的遊氣點等等 哇一堆耶 跟那個觀光很有關係的其實蠻多的 然後這邊的話出國人數 大概大家都去哪一些國家旅行 不過好像去日本最多啦 知道到底多多少不知道OK 可是裡面其實有資料 所以我剛剛把它點開來之後的話 我做了一些設定 那當然它裡面提供的資料其實蠻全的 其中的話當然各亞洲啦 美洲歐洲等等其實都有啦 不過我假設我只希望統計臨近的幾個國家好了 比如說香港 中國大陸 日本 韓國 新加坡等等好了 類似這幾個地區 然後呢 週數的話就是用年 然後把它按查詢 它會得到一個像這樣的一個表格 那當然啦 這個表格其實上方就是它的一些相關參數啦 那至於這個參數到底是什麼啦 如果你有興趣你再了解一下 反正這個參數其實就是取得資料的一個設定池 那我就把它複製之後的話 一樣貼到我們剛剛的那個這個程式裡面 我後來發現其實也不太需要改 反正就把這個網址地方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直接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就可以把資料run下來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如果根據這個網站要取得資料的話 利用我這個程式 其實run好像還蠻OK的 把它直接下載 有沒有 按一下 那等個三秒 它會先等三秒 那如果假設你出現這個document錯誤 那有可能是這個秒數太少 那什麼狀況會發生 就是說呢 你抓資料的時候它可能還沒落下來 可能那個網站塞車了 那怎麼辦 有時候你把它停止 重run一下也OK了 或者你把這個秒數增加 比如說我不要三秒 三秒可能 時間可能不太夠 那你把它增加變五秒好了 讓它重新run一下 OK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不過可能會等的時間久一點 就是讓它比較充裕的時間 先把資料先放到瀏覽器裡面 再去抓 那這個失敗率就相對比較低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就從民國75年 但是民國75年以前 好像沒有開放中國大陸 所以這邊前面沒資料 那底下的話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從109年之後 哇 整個雪崩式的出國人數 真的很差太多了吧 那最多的好像 應該這個是日本吧 不是 這南韓 南韓 日本是這個 日本的話 這人士的話 大概是 可是最近這一年的話 有沒有 最近就慢慢恢復 可是好像還沒有恢復前這麼多 但是今年112年資料 它可能還沒更新 那最後當然如果你看這個數字 其實看著大概沒有圖來的更直覺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把這幾個欄位 配合時間 會是它的數量的一個折線圖的話 當然利用我們前面講過的 你把這個全部折線畫出來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哇 那個疫情對於觀光旅行 這個影響其實是非常非常大 整個 幾乎沒有人出國 中國大陸大概也是一樣 OK 然後 日本 不過日本你看 馬上又恢復了 如果今年看起來應該會恢復更高 然後南韓 兩邊好像差異性不大 只有這一年104年好像往下 日本是幾乎一直都往上 OK 那我剛剛有修正一下 因為我剛剛好像 我原來提供這個程式 就是我忘了加一個這個 向下追蹤 有沒有 R等於向下追蹤這個 也就是說 好像我原來是寫固定的 就是按照 剛剛那個結果 得到好像只有到23吧 所以好像它跑出來 只會跑到23 OK 所以後來我就把它增加一個 向下追蹤的一個R 然後把這個R 讓它自動去加到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讓它可以向下追蹤 得到的結果它會自動調整 這樣應該會更完備 OK 所以爬蟲跟那個繪製圖表的部分 我想請各位也許再試試看好了 我剛剛主要是針對 那個出國人數的這個部分 去做練習在這裡 出國人數 然後點開來之後 它其實可以設一些條件 當然啦 如果假設你對於亞洲國家沒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看一下 比如歐洲或者是其他地區 然後上面的部分好像不用動吧 不過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要細分的話 可能要月份 我看一下它這個 今年好像這個 今年也有耶 所以其實如果月份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按照月份 然後取資料的話 可能不要到75 可能也許就是從今年 如果疫情解封 疫情解封應該是111年好了 這個 從這個到10月 它有10月 月的話有 那查一下好了 OK 更新 有耶 所以看一下有沒有增加 那真的是增加非常非常多 有沒有 那當然啦 這個更新之後 我只要把上面的這個網址 重新再貼到上面這邊 其實就OK了 也就是把這個網址 其實就修改那些參數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知道 那個參數的意義的話 隨便自己改一下參數也OK 然後把它Run一下 有沒有它就重新抓 這個的話按照月份 最近的月份 然後這個圖把它刪掉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疫情解封應該是 差不多是11月吧 去年的11月 有沒有 就香港有上去 中國大陸一有上去 日本一樣 OK 只是上去的人數 總量的話呢 但如果說 要把它交替的比較 是不是說把 甚至可以畫組合圖 可以把 這幾個資料 全部畫在同一張圖上面 會不會更明顯可以比較 不過這個我想你們可以 再用不同的圖去呈現 能夠讓這個數據更容易解析 總數的話 南韓 比起來好像十月份 去中國大陸的人數 好像還是沒有日本多啦 OK 那南韓更少 OK 那新加坡 OK 好啦 那這個答案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我主要是在利用那個 就是交通部的資料裡面的出國人數 那為了要知道說最近出國人數 到底是去哪些國家比較多 那我就選了幾個代表性的國家 但是我可能週期的地方 主要是選那個月份的 不然你選年 它好像沒有今年的資料 月份的話好像有 試試看好了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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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